赤龙 不要再替此人说情 他孙权 折我两臂 我恨不得 但其肉 灭其足 要成大业 必发武 要报仇血恨 也必发武 盼陛下以设计为重 先发位后屠武 如此大业必成 天下兴臣 陛下 来人 将此人 退出斩首 今阵 发布天子第一诏 攻伐东吴 赠予 中共 刘备御甲亲征 蜀军已经出船 多少兵马 水落大军 共约七十万 在下奉吴侯之命 前来请求皇叔 罢兵议和 此行 吴侯给皇叔 带来了两件礼物 什么礼物 皇叔的仇人 杀害义德将军的叛贼 范江张达 听令 拿下来审 与范江张达 一同斩首 以祭典武帝 亦得在天之灵 诺 陛下 固有成立 两军相战 不准来审 我对孙权之恨 超越古今 今日 我偏要斩使示威 站 列位 如谁敢率兵前往紫规 迎战刘备 兵主公 臣愿离五万精兵 迎战刘备 若不胜 甘当受罚 好 记住 一个月之内 坚守紫规 绝不可使 诺 张国关心听令 在 令你二位 直奔紫规 三日之内 攻取紫规成 遵命 坚守坚守 则会如此坚守城市 我命 孙桓坚守城市 一个月 居然击战了 三个时辰就失守 从现在起 我军每攻下一座城市 都要视如属地 所有的寺庙民宅 不可善入 所有的树民 牛马 贤母 赴税 都要造策登记 诺 他已经把吴帝 看作蜀帝 把吴东的百姓 看作蜀国的子民了 现在你们看到了吗 刘备到此 不是为了报仇 而是为了 惊吞江东和山 为了一通天下而来的 妹 背兄 和江东百姓 拜谢你 当年 孙权为了夺取惊仇 将小妹嫁给我 现在 为了保全江东 又想将小妹送来 晚了 无论是小妹 还是荆州 朕无需她送 朕自己会取 如果紧 若不看在丞相的面子上 我先沾你的头 没想到 刘备骄狂之气 敬慎当年关羽 禀陛下 孙怀引四万残君 进入宜林城 一进城 便加固城池 并扬言 要与宜林共存亡 孙怀是孙权的亲侄 他非救不可 那就是让他救 就是要等他的援兵 这样我才可以在野战旬 一举将他们歼灭 刘备围攻一领 是想引我大军决战 蜀国在我国土上作战 并非我军在蜀地作战 此时此刻 一领不能再世了 否则会祸及南郡 那时候 曹丕就会以为我东吾大势已去 必须惊仇 更何况 即便决战 我也不惧刘备 我就在伊令城下 与他决一次战 今日送军去 不得剑军还呢 惨啊 主公啊 给动武的老人们 留几个儿团吧 给动武的女人们 留几个丈夫啊 三军将士们 动武十万精锐 正向鬼门关拜进 身为将士 能够经历如此大战 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荣幸 也是上天 赐予我们的机会 将士们 你们建功的时刻到了 让敌人的鲜血 浸透我们的正跑 上天赐予 and 他